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收视时间的节目 这一节录影时间是下午3点49分 今天内地方面继续持续大家很踊跃开户的强势 今天内地A股成交超过1.1万亿 上证先升后跌 现在最新是跌20点至2942点 恒生指数仍在跌 现在跌175点至28783点 还有10分钟跌入竞价时段 现在成交方面是1230亿 也多 没错 当然较昨天静了一点 继续跟大家更新 因为A股今天没有明显的方向 上上落落 有试过正20多 5后创出都位 不过跌20点收市 倒下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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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市场上又再审慎一点点 但有些数字可以让大家参考 今天A估是否真的减弱呢? 还记得今早跟大家说过 在连续18个交易日的正流入北向 互股通心、股通方面 昨天断了揽,流出6千万 今天又再次流入23亿 似乎资金又没有持续离开 不过今天指数未被撑得高 不过不要紧 始终在整体A估的表现方面 升5.5个百分点回到0.6个百分点 相当健康 就是担心自己的港股好过 港股始终在高开11点的情况下 现在跌170点 都有近180、190点左右的一支 稍为很久没有见过阴烛 所以也有180点左右阴烛出来了 现在跌得最严重的就是瑞昇 发了刑警 现在跌14%至50.5% 现在看到图表 其实低下了之后再阴烛 已经穿了20天线 今天钟小姐说 好没有去投资 中五的时候稍微缩一缩 现在又将近 对了,再跌多了 将近低下收 成交方面大 投资一投资的话 也是一句 下一次要失守一百天线 一百天线 五十四个百分点 暂时失去 看看这两天有没有彈 因为市场虽然跌190点 很久都期待跌市 但又不敢说A股要减油 因为A股都随时休息 所以没有说不能等 再等下 相反有些钟小姐也在沽 而是最近淡油值得看 这下午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上午曾经一度 我还在听粉丝说 3690美团很厉害 因为今早确实 day high是四个六十二个八 但是竟然 首先轻微低开冲高 再回落 再探day low 现在day low 就是57.6 正正就是厌价这些水平 变成了投资者都要小心一点 比如中五的时候 未曾跌那么多 我跟钟小姐说 这个你先任它 先任它 让它穿回十天线 你再加淡 咦? 猜不到中五说的东西 下午都已经快要发生了 因为十天线 其实在58.5 现在是57.6 失了九毫 愈无意外 现在只剩下五分半钟 应该到串硬 串硬的话 没有淡仓的朋友 反正市场 你问市场 就觉得是要跌了 那就是时候要找些垡垃圾去插一插 没有人叫你插那些很强小的那些 但是垡垃圾是值得抹的 穿十天線 不要說叫你駁到盡 我覺得分兩柱是很合適 第一柱,譬如穿十天線 是一個象徵的意義比較大 好了,這一浪曾經按下去 五十五元零五,叫做企過 你到時再下一成 五十五元零五 精精,你說得非常對 雙頂穿頸線,再加住 首先,現在剁開兩柱 不用現在下下,全入它 曬它冷靜 現在就得住,因為是失十天線 有少少把握 到時再穿五十五元零五 再做一次,穿頸線,還不死 沽到它下去五十樓下 好,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自己拿去 剛才看完,順雨方面,穎景 穎景方面,股價大跌 今天還有其他股份,會出足數據 包括有新創建 公佈了,659新創建 公佈了去年年底 去年底六個月的業績 期內收入按年跌兩成二 跌到141億 股份現在跌到2.2%,至20元 即是股份早前一直飆升上去 比市場的感覺,是比較穩陣派 同時,因為很多業務上 都是穩定收益 因為他們買回來的業務 整體都是比較服務型的 有清潔、有管理等 亦都有交通 因為始終新創建方面 你知做一些交通都有的 但情況在於 現在的情況 業務上似乎有少許增長放慢的情況 所以有點顧押 現在先試40天線 我想未有這麼快 起碼下回19元頭 因為始終這些浪衝上去 成交背遲了 說不定休息 同時間有課的朋友 我想這些是長線的事 多頭排列 這次之前也說炒大阪區概念頸 所以有一天就有一個很大洋燭 今天就回到一些 至於另外 渣打也公佈了一個業績 去年賺少了兩成 末期息是15美先 2021年或之前的派息 可能會倍增 但今天渣打也有得升 雖然說去年賺少了兩成 沒錯,因為派息 15美先 還要說接下來要雙倍 確實有吸引 因為他1617年 因為虧損母息派已經兩年 18年派回 叫做末期的時候 11美先 然後中期6美先 現在先說15美先 其實派息都抵了一整年 這樣的情況 同時間還要預視將來還有增加派息 所以業績是否增長呢 現在市場上也可能當了不當是一回事 不過這麼說,股價不是升很多 升2% 依然未說有大成交 脫離什麼橫行區 所以我想股份站得穩 這次應該在六下三樓上繼續運行 是的,看完兩隻 還有一隻 我也有主導 四零五,月秀房產信託 供物跌很多 是的,為何要說呢 因為這些股份不應該跌這麼多 這些收息應該穩穩陣陣 就算跌不跌一而已 但是公司方面 昨天就發了業績 又說到可分派的收益方面 市場上似乎股價上就不太遷 代表股價覺得業績方面不太理想 去年可分派的總額升了2.8% 不過留意,個別大行覺得業務方面 即可分派方面 就低於預期 就說公司的利息支出增了 另外,派息方面 亦因為匯兌影響而減少了 現在脫落利息正在阻礙 有些人,例如瑞信 雖然讓他跑贏大市的評級 但是,都在說物業的靜值下降 融資成本上升 令股價有點受壓 一些收息股跌4.6% 都不是閒事來的 特別我建議大家看著 大概5.2毫半附近 較早之前,在大概 9月時有個裂口位 跟手1月時有個橫行位 5.3毫半附近 如果有貨長線的話 站到5.3毫半都由自可 站不到,隨時屈曲下來 轉下彎 所以現在5.3毫半附近 儘管看穩定一點 不過似乎派息方面不吸引 這是派息股的死症 其實似乎一些 之前在炒大灣區概念 都有個別的回落 例如呢 新創建,其實都是 還有甚麼大灣區呢 還有甚麼大灣區概念呢 我看建材多一點 看看華潤水泥 但華潤水泥都可以的 在當日出現了這個 是一個干要的那天 上演線比較高了一點 下降下來 射擊之聲 是的,射擊之聲這樣 但這幾天都橫行的 可能那天已經即日回了 有些可能回得遲一點 死不去還死不去 這五天是明 射擊之聲之後 又計算今天已經有五個交易的成交 一日比一日少 都不是那麼穩當 真的都要看著十天線 因為它扶著十天線上 還有剛才看完房伯 月收也還可以 還有升少許的 升1.2% 不過因為這個 沒有突然間一下炒上 反而是可以慢慢地上升 沒錯,整體今天穩定一點的股份 都可能隨著市有沽壓 最後去廣告之前 再按下這隻 又是穩當型的 不過都要跌 中電今天跌了1.5% 不過在形狀上 靈態上連續兩年陰 很有機會 如我所說的 賭回91多元 一月中後期橫行區 所以急就不用急 因為雙頂97元 隨時再下低一點 還可以 所以有貨當然不用理它 長渣 如果沒有貨的話 好像業績出現後 有少許關火 讓耐性再等 等待機會才購買 即使是長渣 沒錯,先去廣告 現在4時了 稍後回來再看看 恆生紫屬收市的情況 現在恆生紫屬進入了競價時段 暴跌28,776點 跌182點 成交有1,277億 我們待會看看競價時段之後 跳定了位置 現在看到活躍個股方面 繼續跌 最多的都是瑞昇 跌13% 還有中信證券跌4% 整個活躍成交榜上 只有中移動一隻有升幅 只是微升0.6% 我們現在看看網上的問題 Emily問388 最近都多人問388 即使出業績 Emily說270元有貨 要不要再等290元 290元 其實肉酸是肉酸的 不過等不等明天就震 無緣無故等290元 現在270元也沒有了 明天就關鍵 因為就出業績 沒有的 博就博 它會不會無緣無故有驚喜 這樣就衝起 否則 如果你不告訴我 明天是出業績 我現在看到這枝粥 我今天一定吃完 尤其是在低位 握上來 因為今天高就高開了 而且蓋得很厲害 肯定目測都知蓋了九成 昨天的羊粥被人吃了九成 叫做烏雲泰頂 因為說烏雲泰頂就是了 撐些穿頭破腳 所以走勢上 有多少過高 這一浪這樣衝上去 以昨天的高位為例 成交都小過 較早之前月初那三棍 所以 追遲追遲 看明天業績有驚喜 值多一元半元 沒有驚喜的話 我想隨時下回二六頭 二六中 基本上金浪了結了 沒有290這枝粥 290這枝粥很遙遠 含指上三萬也未成功 JJ問16是否開始轉弱 新鴻基金也挺大的陰燭 完全蓋了昨天的陽燭 現在跌至1.6% 為何我說哎呀 穿了二十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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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扶著十天線上去的話 今天出之陰燭 在我心目中就這麼漂亮 因為做淡的話 有貨的話 走吧 還要等甚麼 如果市場仍在價錢 不加息 始終有盡頭 你想想 由一月一百一十元升到一百三十元 升了二十元 現在這一浪 不斷撐上去 你感覺到 RSI完全不對版 原來JJ開了少許潑 恭喜了 我只想明天跟著你 你想想 它一直的升幅很放慢 不斷夾硬扶著十天線 天天都死癡難癡 其實說真的 哪有力的 你看看RSI就知道 之前還這樣 壓下壓下壓下 現在壓下壓下 壓下了下來 即是說很明顯 當然 儲勢力衝下來了 我覺得 我個人主觀都可以 當然 未開淡的朋友 留意一下十天線 一三三 如果後抽上一三三 做它 不抽都做得 起碼下一二八 起碼沽低三元左右 甚至乎再下的話 一二四 四元四元 好 Anthony問2342 他就說兩個二有貨 那可不可以保持呢 2342就是經信通訊 現在正正是兩個二毫二 那麼 今天幸好 按一下 低落兩個一 都被你弄上來 但是動力完全沒有了 我是你 我 閃一閃避 幸好給你上一些兩個二毫二 後市 我想短期下回兩個零 兩個零、兩個零、六的位置 是快的 隨時我會說下回過九 不要這麼說 看著二十天線 如果你中長線的話 你穿二十天線兩個零、五 怎樣都圓了 這浪你看到的 這浪基本上二十天線頂到的 那就是二十天線的位置 否則短炒的話 吃多兩格就只有兩格 然後Emilio就問135 他就說 燃氣股135可不可以買呢 135最近就有一個大行的報告 瑞銀就說 預計內地夏天會成立石油器天然管道公司 就會成為中石油和崑崙能源的催化劑 較早之前其實都聽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不過 是否真的可以撐到股價呢 但你又要留意 它有油有天然氣 天然氣股份個別走勢 但是 這隻來到這些位置 九元很尷尬 11月份 九元這些位置 橫行橫行的 這些位置橫行的 所以 成交又完全背遲 可以說 我現在畫上去 藍色這一浪上去 成交完全背遲 有貨的話 都隨時準備食 沒有貨的話 就 我想 有機會先行落回 8-6毫半 藍色這個位置 到時再算 不用急著 反正現在 這隻股份都沒有什麼炒作概念 是的 然後 威青尼就問1177的 Jason的外股 他說他有貨 上網有多少 1177 今天就有個陽足 現在是7.01 好像開始好一點 今天升幅是有5%的 今天當然是可以的 因為中午的時候 都怎麼提過一些藥品的股份 確實是 今天有些炒作在這裡 但是 是不是曾正強呢 先不說 我對他中長線來說 都比較 不是這麼看好 但是 最近你當他咬腰上來的話 最少 要站到7.11 在這個位置 7.11 站到的話 就對上 不好意思 很快又有阻力了 7.51 因為這些位置又是阻力 所以就 逐步逐步來 有貨我會說保持 如果金浪下去 6.38 穿就走人 因為這個位置 我盡量拿緊一點 因為難得市彈 若細股又彈 盡量拿緊一點 可以止讚就止讚 穿6.38 走人 否則向上的話 7.11 7.51 未買不會買 都一般 市也就是轉頭 你看看 現在收市 恆生指數 現在收報 28,772點 跌187點 全日總成交有 1,334億 過了1,300億 跌幅方面 也有上下 又再低水 不過低水雖然是 但感覺上 都開始有淡淡的味道 繼續看 再回答幾條問題 好 Sillpoint Oscar 問123和405 剛才提及過 收息 想看看這兩隻 123就不會要來收息 123月收是內房 是的 405 內房 如果真的跌起上來 你別以為5厘息就大了 當然 兩隻來比 當然是405收息 但405應該未跌夠 因為肯跌的話 今天是第一天 亦都這樣說 你又不用跌夠才買 哪有人知道 何時跌夠 就是分住 譬如 我覺得較早之前 你剛才都說過 這些橫行位 5.3 有得跌下去便會一注 再下去 譬如這些位 5.1 逐級逐級偷 你不能說5.3買了 哎呀又落到5.1坐艇 這些不用怕坐艇 是有心的 就每個月買 公股 沒錯 好 接著 Jason就說 698暫時情況如何 跟他中文都是同價 有甚麼好問 都是那句 但到上1.01 都封了頂 即是屬於降了那級 並非在1.01樓上運行 減弱了 你自己喜歡走就走就走 好 接著他還說 正在看992和763 買哪一種好一點 763 我們昨天就說 即保原那些口 昨天就說25元那些位置 當是短頂 當然是992 因為992說 業績漂亮才升了這些浪上來 始終也有些堅實的東西在 留意著這隻 不過四天大成交 四天都是縮成交 雖然大歸大 第一日比一日少 那種叫縮成交 我是你 如果再預期回市 有機會 按兩按下去的話 起碼去回第一支 足夠收市價667 或者你當6.7 附近 才去部署 不用急 然後還有 小米就說走了 走了就好 公平 應該都賺了 這句話很久沒有聽過 很久沒有聽 有沒有做錯事 我覺得肯定沒有 你看看 如果跟我說比較明日後日 當然是鬼知 可能升兩格 升1-2% 但是以浪來計 這浪真的算便宜了你 有錢賺 我想過一頭兩個月 下回10-11元的位置 十元頭那些 即是會向下破底之類 所以不差再一個幾毫 再看看Facebook上面 CAM CAM就說 1336是否可以入 似乎現在人們都真的覺得 煩調症要找東西買 今晚看看牛證 是否有很多 現在這隻股份 就衝到上來 昨天A股瘋了 所以這隻股的成交又瘋了 今天足足沒有了一半成交 那麼巧去到10月份那些高位 現在圖表上面一看 都看到40元齊頭那些位置 我看法 現在你要確保 它大大力 即是配合成交 升穿40元 你才再向上看43元 43元就是若磨3月份 上年3月份的阻力 是 否則如果40元保持住 這浪完 這浪完 預期A股很難日 爆夜爆 昨天爆盡給你 所以我想就算升上去 都未必很好 是的 大家這麼踴躍的時候 我們明天就看看 是否重牛 沒錯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麼大膽 現在想著牛市來到 好了 逢跌買東西 今天我們好像沒有報過 輕輕多說一說 現在牛熊比例 牛是64 是36 上方291就沒有再重熊 重熊去了292 293 最重的棍是295 分別若磨都是棍1,000 下方牛仔都不弱 在284、283分別每棍都800幾900 我想過多兩天 越來越多牛 應該是來的 調整就來了 我們明天9時15分 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明天見,拜拜 拜拜